弟兄姐妹在网络上问我们说 我要怎么知道是神对我说话 我是要整个圣经读过 一篇一篇读才知道呢还是怎么样 好是这样 最稳定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要每天固定的灵修时间 然后呢每天固定的灵修进度 然后呢我推荐一个基本的就是 如果刚信耶稣我们先从马可福音来看 然后马可福音有16章 所以呢你比如说你一天看半章 那你大概一个月会看完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 那句话特别有感动 然后呢就再去找你熟悉的 比如说带你信主的 或者是你熟悉的你可以信任的弟兄姐妹 跟你一起去查验这是神的引导 比如说好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个弟兄一个男生要追一个女生 然后呢他就按照他当天的灵修进度 结果呢他就想说主啊我追他一直很久 他都没有给我回应 我到底要不要继续追他 然后他就读到那一天的读经进度是 你不可丢弃那个勇敢的心 存这样的心会必得大赏赐 他就在那天的进度读到这个东西 就很像我们的形容 那个神的话就好像跳出来一样回答他 那他就知道要继续 果然这个人现在变他老婆了 这是我以前听到的一个讲道 好那再来呢你把马可福音读完呢 真言有31篇 刚好一个月最多31天 所以每一天读比如说今天8号你就读真言第8篇 今天9号就读真言第9篇 然后但是当然真言里面是旧约 他比较有一些律法 所以你要用恩典的角度来看 那相同你要找到你能够信任的 然后知道真正恩典的弟兄姐妹 不要恩典的律法混杂 找到恩典的弟兄姐妹 然后来教导你来分享 这就是最安全最基本的一个方式 简单说按照进度每天读圣经 让神透过那个话对你说话